人們想離開 沒有很多人想走 我也不想 glade 這是一場賭博 其實我很喜歡香港 都是無奈之下的 一種選擇 我是H 我是一個香港的抗爭者 我選擇離開香港 到了英國 抗爭是還沒完的 不同的選擇 都會有不同的結果 看不到的紅線就是 要令你有一個耐心的恐懼 令你自己制約自己 我覺得這個才是這條紅線最恐怖的地方 我是阿靖 我是一個香港的抗爭者 我不想離開香港 我想堅持到最後一刻 我現在快要離開 我的心情是 首先一定是捨不得 因為自己始終在香港 由出生到現在成長 已經二十多年了 這個口號或者旗幟 其實在國安法過後 其實在香港已經 拿口說出來也不行了 但是在去年的 香港整場抗爭運動裡面 這個是一個對所有抗爭者 非常之有意義 而且是一個激勵人心的一個口號 不要忘記自己是 香港土生土著的香港人 白錦交集 國安法令大家都很害怕 不走留在這裡 又有更大的恐懼 都是迫於無奈之下的一種選擇 沒有想過變成一個男人身份 但是既然發生了 也沒辦法 有些人捨不得 但是因為 整個事情都發展得很忙 和很急 所以 各路都運轉不到 在二十五歲 在二十五歲 Aiche是離家 第一次離開 獨自來 逃避香港 兒子走的時候都很急 覺得個人很空洞 第二天起床還以為他在家裡 醒了再想一想都知道他已經過了那邊 平時很少跟他說很愛他 都是沒有說就讓他離開 現在都應該想跟他說很想念他 兒子走了之後 想做他喜歡吃的東西給他吃 現在都沒有機會 他平時都會喜歡吃煲的湯給他喝 兒子19年的時候出去示威 我都會告訴他 叫他早點回來千萬不要太晚 我先煲湯 留下飯給他回來吃 每次直播都會很留神去看著 每一個被人打的小孩 是不是自己那個 那個心理壓力是很大的 但是又支持他 因為他們不是為自己 是為社會好 如果兒子在身邊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現在放寬了去BNO那些 趁著那個機會過去 就是讓他離開 離開這麼恐怖的地方 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 在香港 北京法國安法是香港走出困局 從亂到自治的轉機 under the law the maximum punishment for offenses like secession and subversion is life imprisonment the next day Britain the colonial ruler of Hong Kong for over 150 years responded if China continued down this path we would reintroduce a new route for those with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status to enter the UK granting them limited leave to remain with the ability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UK a move met with anger from Beijing an estimated nearly 5.5 million Hong Kongers including H and A Ching now have the right to move to the UK the latest trigger in a long-running battle over greater autonomy from mainland China was a move to introduce an extradition bill that could see people accused of certain serious offenses be tried on the mainland it turned into a larger more confrontational movement against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感到多了 也不可以 跟香港人的认为 和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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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joined a group on the encrypted app Telegram Created by a 30-year-old man we're calling Ah Ching They call each other Sao Jooks Which can loosely be translated as comrades 我和H是手足来的 在Telegram上面认识的 2019年的运动发生了之后 我们有一些文宣手足在街站 或者一些连农场被人袭击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也有很多手足开了一些Telegram群组 聚集了一群人想去保护这群手足 这个时候H就加入了我们一些群组里面 我们就认识了 因为我们有同一个信念 大家有不同的立场 大家互相建立的交情都会比较深 我2019年为什么会走上街头 我觉得很大程度是因为2014年 说过We will be back 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下一次 原来五年之后就有了 一百万二百万出来 那种感觉是很想做多些 可以做到多少就做多少 香港人其实就是 争取自己一个普世价值的权利 都有这个种子埋在心里面 去到争取我们现在希望的民主 我觉得正正就是我们香港人 尤其是抗争者明白的一点 如果英国人甚至于中国大又领域 我不能 saudarı 自为香港人数是日本人 通过的村落 莫 当米边前提供公共共共产生 当英国人的中国兴套 它被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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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然後全球的光滅了 聲音和顏色 最後的法律 到終了 趴了一團的彩虹 光燈 人生成長 成長的年代 中國人生成長 流映了 雖然這一陣子都是很正常的上班下班 但都是表面而已 內心都是很擔心今天不知明日事 我覺得H選擇去英國當然有他自己的考慮 大家各自承受的壓力都不同 我不想離開香港我想堅持到最後一刻 我們是不是找個地方建立新香港 然後就不用我們這塊土生土長的地方 我覺得不是最初想要的東西 2019年最深刻的一次是進去機場聲援 當日我們進去的時候警察已經很快清場 所以迫於無奈我們就沿途要接返 機場可以出回市區的路選擇其實不多 就算好迷惘也好 我們都要堅持下去 堅持才會見到希望 幸好我選擇那條路就沒有被警察去圍捕 但都很可惜 有些手足選了另一條路 最後被警察圍捕了 這個撤退的選擇就跟現在H跟我選擇一樣 他現在離開了香港去英國 我就繼續堅持留在香港 大家不同的選擇都會有不同的結果 雖然我們因為Telegram Group這樣聚在一起 是我們現在有少少各散東西 希望我們大家明天有機會再見 謝謝 謝謝 現在是來了英國大概四個多月 因為離開的過程都比較急 所以你說大其實不太多 本來是一個睡房 但是暫時改裝了一個小屋 可以有一個容身之鎖暫時停留住 都是打地鋪的形式 就用一個摺疊式床褥暫時都可以 現在回望當時所做的決定 其實也不能說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因為當時是很優勢之下做的決定 主要是選擇這裡的地方 原因是因為有朋友在這裡可以幫忙 和解決定 很多人都想要離開香港 而H是一個人 然後我告訴他 我來這裡 如果你來英國 我可以幫你解決定 這裡也很難找到 例如去香港茶餐廳 比較難買到 是的 一點點 其實也有些亞洲士多 那邊會多一點 但你說想找光茶餐廳很難 是的 如果回到香港 第一你想吃甚麼 我想吃回我的藥 就是香港茶餐廳 有黃店吃 是的 譬如這間黃店吃了 我們試試下一間 我當我們在學校 哇 應該是10年 所以 基本上 我們第一次見到 我們已經成為最好的朋友 他比我更像朋友 比我更像朋友 很難打 真的很難打 看來我贏的全部都是頭兩彎 無論政治立場也好 無論大家的興趣也好 都比較接近 所以大家都保持著 有很多的聯絡 建立了我心口的友誼 我對我來說 有點負擔 因為我昨年來不在那裡 但我很幸福 他來英國 所以 所以 至少 他不會再在危險 我兒子走了半年 擔心 他那個 會否適應 因為 又怕他掛著家 自己 太久沒見他 又掛著他 想跟兒子說 加油努力 媽媽 就算多遠都會在那裡支持他 何時可以團聚 可能一輩子都見不到他 不過最主要是要他安全 他的房間離開之後 我是沒有改動的 就是會想著 這些是他平日會 每天都會用的 想有一天回來 這裡還有一個房間 在這裡 就收拾好 讓他回來 可以住 還會住 第一次看到這個標誌 而且說這裡也有個叫下角度的東西 覺得又好奇又陌生又熟悉 很奇怪 香港這條下角度 這麼多示威遊行在那裡搞 發現現在這條下角度在這裡就很棒 有很奇怪的感覺 一方面會令到你想起很多香港的東西 同一時間那個感覺又完全不像另一個世界 對,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令到我們很多人感染 這條下角度和疫苗的疫苗 帶了抗議的抗議 但是在2020年 在那天政府拒絕了香港的法院選擇 一般的抗議 阿芹又回到街上 其實我沒有想過真的會被抓 其實當天我只是很平靜地走過旺角一帶 都沒有特別參與過叫口號之類的 就是看到很多警察拍片 推進 收紮一些封鎖線 然後就圍著一群路人 然後就一直等 等了很久 就宣佈被捕了 Martin 另一位組織 去找他 為甚麼要找阿芹呢 是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是站在同一邊的政見裏 這個方面 想問一下 我的朋友在裡面 有機會在裡面 是否可以幫到手 即是有小姐 你打電話給我 是 喔好,謝謝 謝謝 Martin wasn't there when阿芹 walked out released on bail after being detained for more than 24 hours police didn't press charges against him 身為一個和理非而言,無緣無故就被人拘捕,反而令我對這場運動有另一重貢獻 又不是一些無謂的犧牲,因為至少被國際社會看到香港的警方真的有一些濫暴的存在 我反而心情有點開心,好像跟其他付出得更多的手足距離拉近了,這是我真心的感覺 雖然現在香港的抗爭運動平復了很多,街上的文宣都逃去了很多,但其實抗爭是未完的 因為我覺得不是說出去遊行才參與抗爭,我也有其他方面可能能夠出力就能夠出力 食王店其實我覺得是一種表態,支持同路人 食王店以外的,我們可以做一些仍然是合法的抗爭,參與一些工會運動或者社區的關注等等 都是我們這些抗爭者可以轉化下去,可以做到的事情 至於將來香港怎樣,沒有人知道 我不希望我們過往喊過的口號只是一句口號,而是真的會實現 所以我會實現 看著香港現在發生的事,當然會 尤其是隔了那麼遠 在暗地球另一邊,當然會感到很無力 一方面 香港有生自然還會不會再回到這個地方 我也是覺得很多未知之數 所以心情是很複雜 對於語言、文化、天氣等等的差異 去克服其實也沒有一個不絕對的信心 如果我們將來有下一代的話 應該有責任去保存香港的文化和歷史 讓他們傳承下去 有早一陣子在Telegram Group 就是一個不太熟悉的朋友 還在說自己未來這五年會做些甚麼 很有計劃 不要說未來的五年 其實未來的五星期會怎樣也根本不知道 所以很難有一個很確實的長期的計劃 或者方案 而迷惘亦都是無可避免的 在這陣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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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陣子裡 今天是一陣子點 每天回應 都要一陣子 然後再跟著看 來想應該的一陣子